黑夜中出现可疑光点 周六凌晨克里米亚再传出 克赤大桥附近发生爆炸 俄罗斯官员收到通报表示 是克赤海峡上一艘俄罗斯游轮 遭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受损 现在请求拖走 而前一晚乌军才公布 利用无人船攻击俄军 在黑海一艘登陆舰的影片 现在又有新画面 打脸俄军说的成功拦截乌克兰攻击 空拍卫星影片能看到 这艘俄军登陆舰 左半边有被炸的痕迹 从侧面就能看清楚 船身倾斜贴近水面 这是乌克兰无人船 第一次能攻击这么远 意义重大 登陆舰被攻击同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马上召开 线上国安会议 近期乌俄频繁用无人机护后 CNN分析 乌军试着声东及西 分散俄军注意力 好让俄军无暇反击前线乌军士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